你根本就不應該來擔任 中選會主委這個位置 他跟蘇貞昌都犯了非常大的錯誤 請問你把中選會當什麼了 你把中選會相關的規定 當什麼了 中選會過去的規定 向來的主委 我們攤開他的資歷來看 通通都是無黨籍的人士 為什麼 因為選務機構 他其實就是要扮演一個客觀 中立的角色 他是什麼 他是裁判 萬一選務有發生一些 什麼糾紛 重大爭議的時候 他需要做出一個適當的行政上面的決策 那如果你今天用了一個像李敬勇 這樣的人 他長期都是民進黨裡面 非常資深的黨員跟前輩 我想說不定比世間院還資深 對不對 以他的年紀 黨齡差不多 年紀他大多了 大多了嘛 對不對 所以 我以為他只是頭髮比較白 對啦 他看起來年紀比較大 所以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李敬勇這樣的一個角色 長期資深的民進黨黨員 他今天為了求官 他竟然說 你說我有民進黨黨籍 我辭掉 我立刻 注銷 注銷 對 我立刻注銷這個民進黨黨籍 然後我從此就變成是一個中立客觀的主委了 所以你們應該要來讓我當 我覺得事情 臺灣老百姓眼睛有這麼的不清楚嗎 你過去是什麼樣的立場跟角色的人 會因為一夕之間 你說我把這一個黨籍退掉之後 我從此就變成客觀中 是不是客觀中要從你過去 你的行為表現來論斷的嘛 但是你看民進黨這一件事情 他就是可以這樣子硬創 演奉 你也不開始 要是在國際上 他們不覺得